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我的小汽车 Element 是本田呢 这个车一共四个座 不过给我的感觉 它后排空间是非常大 后排空间 另外 它的内部空间也很大 所以 我非常喜欢这个车 它这个门呢很有意思 它门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它不是一般的门 你看 这样 OK 这个再关起来 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的这个时间呢 已经很早了 大概是 六点来中吧 我现在 我还说个什么事情呢 我过个几天啊 现在我不是正在找房子吗 找房子 第一 咦 我这边 怎么说呢 他许多人都要求长租 比如说 至少他要租三个月啊 三个月已经 许多是要租半年 长租 如果是租一个月两个月的话 啊 租金就相当于比较高了 而且许多人他也不愿意租嘛 另外我也看了一个 这个屋行吧 确实 不太喜欢 这边呢 我在 我在加州也租过好多房子 美国吧 租房子呢 他不叫他会压一负一嘛 在中国也是 但是 其中有一位我的房东吧 扣了我三十块钱 就压一负就租金了 租金比如说是多少钱吧 他呢 原来的租金应该给我压一负一 押金应该都给我 但是他没有给我 他给我扣了三十块钱 说要清理费 后来我一看算了吧 然后我就巴腿跑了 这这这这不行 后来我问了一些观众 他们说这也很正常 这也很正常 那我心态我就立马调整过来了 昨天呢 我跟我一朋友去见了另外一个朋友 发现 另外的另外的一个朋友 被移民局叫ICE给抓了 ICE就是叫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听一下发音的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听一下发音的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也吃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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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面之园 也讨论过一些事情 他是 但他是中国大陆的 但是呢后来他又移民到海外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回在美国这边又被 给递了吧 给递了吧 是去移民局去拿结果的那一天 被 ICE 蹲点给抓了 当然这个东西 在美国也是相对来比较常见的 因为他是 他他可能 身上还有别的案子吧 别的案子 因为我这位朋友也是 是身份比较复杂 可能身上有别的案子 不单单是移民这一件 这一件案子 身份被黑啊怎么样 不仅仅是这个 他是 身上有一些经济案件嘛 毕竟是从事做生意的 可能经济案件 美国的 就是政府部门 他会协助中国政府做一些调查 协助会的会的 但他不会作为 因为我的这位朋友 是美 是中国的据说啊 是通缉犯 中国政府的经济大案通缉犯 然后呢他被抓了 因为美国可能因为 是中国政府通告了美国 所以要全球通缉嘛 然后美国政府的协助 中国政府调查 但是他不会 如果上法庭的话 我还问了一下律师 上法庭的话 上法庭 中国政府提供了这个 证据吧 或者他的通缉令 不会作为 判案的这个证据 他不会作为 只是美国政府协助 因为美国跟中国 中国他是五大成人理事国嘛 他也加入了什么国际信心组织啊 许多的国际机构啊 中国也作为一个其中的重要成员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也是有责任去协助 协助他的政府嘛 但这个不会作为美国法庭的依据 就是说中国政府给的什么证据啊 提供什么证据啊 提供什么通缉令啊 在美国法庭是不认的 没有用的 而是美国政府 会把这个作为参考 你要说为什么 因为 美国美国四年换一届政府吧 他政府 美国政府跟那个法庭司法 是完全分开的 就跟两个国家一样 完全分开 司法 行政 立法 三权分离完全分开了 所以呢 这一集我说的有点啰嗦了 就是不用担心了 有人说那里要担心什么呢 就是钱 这就我重录啊 重录 啊